所以大家有没有去体会到 像他这种情况 很多人几乎也类似这种模式在运作 那有没有去看到 在这个过程从小到大 都是一直在玩这个自我需要被肯定的游戏 这个自我他就是不甘寂寞 他就是要我要展现得比别人好 我要在别人眼光中 我是要怎么样优秀的人 所以在这个过程都一直在强化 我们的所谓的身见我见 自我意识 自我又会把自己 就是打包成我要的某种角色 所以就会变成常常要戴着 那个想要的那种面具 不容易接受完整的自己 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有点装 有点假 但是又不敢去承认 又不敢去面对 但是装久了 夹久了 你又会觉得很累 然后会在那里拉扯 不能够接受一种完整的自己 不能够接受不完美的自己 所以人就会这样 这个就是一直活在那个角色层次 而这种角色层次就是 会很在乎别人的眼光 活在别人的眼光 活在别人的掌声 活在别人的期待 像这样 一颗心都会在乎外境 别人怎么样来看我们 别人怎么样评论 你这样怎么做生命主人 所以要来到 真的你要了解生命的实相 完整的生命实相 就好像很多人 他就是 为什么他要否定大自然 否定外境 因为觉得这个大自然 里面有很多我不想要的 这就是人的一种 所谓的完美主义 说完美主义 事实上是好听的 事实上就是一个人 他用自我去审判 哪些是美的 哪些是丑的 哪些是我所要的 哪些是我不想要的 所以 很多人 他就是这样 不接受大自然的完整呈现 结果就要用自我去构筑 他所要的 所谓的梦幻世界 修得好苦好苦 为什么不能够接受 大自然的完整 为什么要要求 大自然要符合 我们那个自我所要的完美 要求不到 就自己去构筑 人 就会这样 一直玩很多 无聊的把戏 玩到有一天 很累了 很累了 然后才发现 原来大自然是这么的美 原来我们的生命 本来就是很神圣 每个人 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体 为什么我们一直要 标出自己比别人好 然后要踩踏别人 贬低别人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用平等心 来尊重 每个生命体的神圣 所以这就是老子所提到的 你要体会到 天地都是平等心的 善待所有的人类 包括在天地的心目中 人类与所有动物 都是平等 都是平等 天同富 地同 什么 在 都是承载着万物 太阳同样的普照 所以人的这种身见 那种它就会形成 自我优越感 就会制造二元对立 制造问题 在本来很清静 很和谐的 真正的人间天堂里面 自我却不甘寂寞 然后把一个幸福的人生 把它搞成四分五裂 把美满的世界 然后变成很丑陋 这就是为什么老子要我们学到 超越二元对立 不要用自我去做虚妄的分别 那种虚妄的分别 它就是把和谐的生命 不断地厮杀 撕裂 然后也让自己跟外境 在那里形成各种冲突 所以我们要学到高等的智慧 了解生命实相 原来我与一切众生都是平等 每个人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 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 我们为什么要瞧不起别人 我们为什么要 呈现出我比别人厉害 真的那都是在制造问题 所以当你越深入去了解宇宙真理 越深入去了解生命实相 那种平等心才会真正出来 当平等心出来 你看到的所有众生 你都会充满爱心 当你能够来到这种情况 你到那里 你都会很安心很快乐 OK